半个月前,公共因突发疾病离世,我们刚刚处理完后事回来,婆婆后脚就跟来了,她在村里释出了名的泼皮无赖,从婆婆来开始,叮叮当当的日子,一天一天地折磨着我,我决定反击,妈,您怎么来了,看着门口拖着行李站在眼前的人,我惊呆了,天有不测风云,人有旦夕祸福。 半个月前,公共因突发疾病离世,我们刚刚处理完后事回来,婆婆后脚就跟来了,听到我的话,婆婆用力拎起行李摔在地上,怎么,我回我儿子家还要跟你这外人打招呼,我是来养老的,看着理直气壮的婆婆,我一脸无措,我和老公是大学同学,我们因为勤工俭学相识相恋,我父母生意失败,家里欠了一屁股债,老公家里姊妹多,生活窘迫。 为了减轻家里负担,结婚没要婆婆一分钱,我们租房结婚,婚礼一切从简,这几年经过我们省吃减用的不懈努力,终于首付了一套房,眼看守得云开见月明了,这一招又回到了解放前,这真不是我不待见她,她在村里是出了名的泼皮无赖,看着她现在的样子,我一个头两个大,好在老公爱我。 看在老公的份上,我抢压着心中的不悦解释,妈您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,您说一声,我们去车站见您多好,婆婆翻着螃蟹眼,口吐白沫,掐着腰,尖着嗓子嚷嚷,别在那说得比唱得还好听了。 当我是三岁小孩呢,我委屈地看向老公,泪眼婆娑,堵着小嘴,握着小拳拳装作擦眼泪,老公立马心疼地站到我这边,妈你就不能好好说话,永远都是这个样子,跟谁欠你钱似的。 没想到老太太一屁股坐在地上,拍着大腿干好起来,老头子啊,你怎么不把我带走啊,儿子娶了媳妇,忘了娘了,婆婆一边干好一边偷眼望向老公,以后的日子我可怎么过呀,我没法活了,也许是这样的把戏。 老公已经司空见惯了,她理都没理婆婆,直接拉着我的手进了卧室,用力地甩上门,为了防盗,我的客厅安了监控,手机就能看到客厅婆婆的举动。 老太太伸手敏捷,丝溜站了起来,用袖子擦了擦大鼻涕,一屁股坐在沙发上,看着老太太那泥呼千秋的裤子,有黑正亮的傲袖。 再看看我那小一万块钱洁白的沙发,我的心一抽一抽的疼,我忍,第一天夜里十二点,蔚蓝,蔚蓝,开门,开门,开门,我要拉屎,厕所在哪儿,我睡眼朦胧地推了推身边的老公,舒缓,你去吧,我困,嗯,宝贝,你睡吧,老公迷迷糊糊地下了床,婆婆一看是她儿子,当时就炸了,怒气冲冲地冲进卧室,掀翻我的被子。 我儿子明天还要上班,你怎么不知道心疼她,你给我起来,你儿子明天上班,难道我不上班吗?我小声嘟囔着心里的不满,嘟囔什么呢?你还不快给我起来,老太太底气十足,声如红中,我心里一惊,赶紧起来,要是因为扰民被邻居投诉可就不好了,我觉得都被她吓没了。 好的,妈,我这就起来,我虽不情愿,可为了老公,我忍,我还不知道你,就你挣那几个钱够干什么,还不是靠我儿子养你,上班了不起了,我死死地咬着下嘴唇,尽量不让自己委屈出声。 妈,你不是要上厕所吗?走,走,快走,快走。老公看着我快咬出血的嘴唇,连推带拽地把婆婆弄到了卫生间。 来,我告诉你,这个是冲水的,这个是。 婆婆一脸不耐烦地摆着手。 行了,行了,你快回去睡觉吧,没出息的东西。